好 另外今天晚上最近现场 当康瑞台风就在家门口 它升级为墙台的时候 花莲沿海的浪高已经来到5米了 风势也明显增强 花莲的状况我们把时间交给一姐 好 主播持续在花莲 但也来关心 康瑞台风这一回 预估会从花莲以南来登陆 因此你看到呢 现在花莲的雨势还没来 风势就先来的 而且我们也带观众朋友来海边看看 现在浪高到底有多高 不过你看到呢 其实现在晚上的能见度真的很差 真的是爱名摸摸摸摸 但是呢 气象署提供的资料也就是显示 现在浪高已经来到了6米 而且瞬间的最大阵风呢 又来到了11级左右 而且现在花莲最主要就是要防的是强降雨 因为这一次呢 我们透过丁凉加水预报图可以看到 这一次花莲预估的雨势 已经不只是止暴了 甚至呢是止到发白 尤其它的雨势呢 在山区的话会来到400到600毫米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会有致灾性的毫雨出现 而在市区呢 这个食欲量也可能会突破300毫米 所以因此要提醒观众朋友 现在还有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纱包或是有一些室内的物品 要赶快移进来 因为这边的风势 最大呢 也可能会来到14级阵风 14级阵风的概念呢 就是其实你超过10级 包含了路数还有招牌 可能都会被 可能会倒塌 可能会被摧毁 那14级呢 如果你放在阳台的洗衣机 也有可能会直接被吹走 所以呢 还是提醒观众朋友在花莲的部分 要随时注意风雨状况 同时也要看一下 其实在花莲往返这个南澳的路段呢 也有预警性的风路 以上是相产闯不到的这一消息 再把镜头交还往内